今天我們主要想和大家除了講雲端 我們都知道因為接下來會越來越多的Mobile Device 我們都會集中在講一些Security方面的方案 但這個Security就在雲端方面的 大家好 各位老師 蛇Sir 各位業界 大家好 我叫Clementem 我是C4 負責看K12的Sector 我身邊這位是Tommy Tommy就是我們系統工程師 負責在Security方面的 要打等 技術 但是差一點點 不好意思 各位 我們今天的題目要解釋一點點 移動無邊界 安全學習新紀元 是的 看不到一點點 因為政府那邊都很大力推行E Learning 我們可以預見 未來的Mobile Device 在學界裡面的應用會越來越多 也因為這個原因 學生用Mobile Device的時間會越來越長 所以就是說 在這個網絡安全的應用 重要性是大大的提高的 我相信現在 如果一些學校已經 是用著一些Mobile Device 他們可能已經基本上 裝了一些很基本的 一些網絡安全的保安系統 去防毒 或者去一個網頁的過濾 但是大家有沒有想過 如果是在校園內 剛才都說過 接下來會越來越多 一些可能戶外的活動 或者可能有需要回到家 或者是在一些咖啡店裡 做一些Discution 那些我們的器材 是否又同樣可以受到保護呢 因為現在隨著Hotspot 就越來越普及 所以其實很方便 在街上 都可以很容易地上網 但是大家想過 其實在四周圍 也有很多客戶在你附近 他隨時都可以很輕易地 去不支撥地 入侵了你的電腦 盜取了你的資料 如果你的資料是敏感資料 可能你的帳戶 後果會很嚴重的 另外我們也希望 我們的學生 不要那麼輕易瀏覽到一些不良的網站 譬如一些賭博網站 或者一些色情網站 當然我們也希望他們 那部機器不會給到病毒入侵 因為否則可能 學校的一些TSS 就需要花很多時間 幫他去做一個隨毒的工作 這些都是我們不想 學生或者老師 電腦受到攻擊的原因 而我們C4 就有一個方案 一個雲端的方案 可以提供到給業界 無論你在校內 或者校外 都可以提供到一個防毒的系統 以及一個網絡 網頁的一個過濾系統 給大家的 使得真正大家可以做到一個 無邊界的一個安全的學習 我相信最近大家都經常聽到 雲端 Cloud這個名詞 其實Cloud的特點是什麼呢 它主要就是XAAS 這四個英文字 我相信大家都經常見到 而我們其實C4 也都有兩個比較 有兩個XAAS的服務 可以提供到 而且也是比較成熟的 那一個就是IAAS 就是我們叫 Infrastructure as a Service 那是什麼呢 好像就突然間 我們學校可能需要一個 Web Server 那你就只要很簡單 敷一個圖圖 你將你需要的一些 processing power 告訴給供應商聽 那你就可以很快 可能在五分鐘內 已經得到這個server的 resourcing power 那我們已經可以做到 這種技術了 另外我們也有些叫做 SAAS Software as a Service 的一個 雲端的一個 Solution 提供的 我們有 稍後會講的 ScanSafe 還有WebEx 那WebEx 那WebEx是一個 Web Conference 的Solution 那可以幫助 如果當 Touchwood有些 Pandemic outbreak的時候 可以幫到 學校去做一些 continuous的 一個teaching and learning 那另外 剛才講過 這個另外一個特點 就是它有一個 即時的服務 就是好像剛才舉的例子 你需要一個 server processing power 或者一些 desktop的 processing power 你只要很快 你raise了這個request 很快就可以給到 這個resourcing power 那另外 即是很明顯 這個也不需要 用任何的 一些hardware 不需要花錢 去買任何的hardware 放在你 校園裡面 因為這個供應商 已經幫你去 和它去manage 所以呢 你也不需要 花外的人力 資源去管理這些系統 那變成 你學校的一些 ITT的同事 可能就會 用到時間 放在一些 比較高 productivity的工作上面 而scan safe 這個雲端的security 的保安系統 剛才說過 是一個saas 那你只要透過這個scan safe 的雲端過濾器 無論你在校內 或者校外 我們都可以提供到一個除病毒 或者是網頁filter的一個系統 在那裡 那最後 也都有一樣的特點 就是它可以有一個很簡單易用的 一個reporting tools 你都可以隨時去 generate 下來 那就可以知道你學生的一些pattern 從而去做了管理 或者是一個策略的設計 那以下的時間 我想透過一個roll play 和一個demonstration 那展示給大家看 這個scan safe 是怎樣用 和是幾勤易用的 那 那 假設我就是先生 那 Tommy就是一個security expert 那 Tommy 我想 問問 我現在在學校裡面 其實我們 都 一些 mobile device 都已經裝了一些 基本的一些 除讀軟件 和網絡的過濾系統 但是我很多時候都見到 我們的TSS都會幫一些學生 甚至乎先生去除讀 還有都見到一些學生 去visit一些 不應該去的網站的 那有什麼辦法可以改善這方面呢 是 其實就是我們scan safe 這個服務的話 最主要分別就是一個 雲捐服務 那變成就是你不需要再處理一個 所謂的伺服氣劑 在學校裡面 那也有一個好處就是 它可以做一個實時 所謂一個cloud effect 我全世界見到什麼問題的東西 就可以馬上去做到防毒 就不需要等 譬如說那些anti-virus anti-manware的軟件 做一些所謂的 升息去update 通常因為升息去update 可能要等幾個小時 甚至幾天才有的 那另一個好處就是 你可以 剛才我剛才說 Kamen說 你就算這部機 離開了學校的network 可能就算在學校裡面 用隔離 可能商業大廈 或者其他人的free wifi 可以避到學校裡面的 網絡過濾 我們可以安裝軟件 在學生上高 可能是手機 可能是windows desktop 或者tablet 就可以將它們的網絡 帶到我們雲端上高 做一個網頁的filter 也可以做一個實時的 anti-virus 和地-manware的detection 那這件事其實最重要 就是可以幫到學生 甚至回到家之後 也都可以讓到他 不會看到一些不良 磅襲或者中了一些病毒 嗯,ok 那這個我想就是 一個window-based的一個platform 那我其實也都有部iPad 那如果就是 因為用到iPad 很多時候可能都會在一個 外出的情況會留下使用 那這個有沒有辦法可以 保護到呢 其實iPad也是可以做到的 我們C4有一個叫AnyConnect的軟件 就可以做一個SSL的VPN 回到學校 學校再做一個網頁的Filtering 因為其實現在市面上 沒有一些網頁Filter on 譬如說iPad或者Tablet的軟件 最大好處就是你可以 看到右下角有一個AnyConnect 有一個鎖匙的公仔 就是Sysco的AnyConnect的軟件 其實你可以進去裡面 基於你的學生想上網的話 他就會自動轉到VPN 回到學校 做一個網頁過濾 好處就是你如果需要的話 可以知道這是哪個學生 或者因為個人私隱問題 就可以分了這個學生或者先生 就沒有個人的資料都可以的 你就可以看到 如果你上網的話去一些網站 你就會有所有Filtering 譬如說去杜邦網站 或者去一些所謂有Manware的網站 他就會立即幫你做Blocking 那你見到這件事情 其實可以Customize 做中文或者其他都沒有問題 我見到有個Logo在 那我其實是否可以 我把學校的Logo 放上去 是 另外一個好處就是 你看到 我可以落下這個同學 或者先生去那些什麼網站 就可以做一個實時的report 那你變成可以學校 譬如說有些新的爆發 有些新的可能有些video 放在網上 你不想讓學生看到的話 你也可以加分自己的黑名單 排名單 那你可以實時 可以將這些不良的網站 Filter了 那 那 或者 嘗試一下 可以展示一下 拍片 可以展示一下 其實我們原本預備了 原本準備了一些reporting的snapshot 給大家 我想 因為不要再用十花時間在這裡了 或者如果待會完結了 或者休息的時候 我們大家有興趣 可以展示給你看 那些reporting tools 是怎樣的 或者簡單說 那個reporting tools 是很方便的 那你可以去export 去一個excel format 你隨時隨地 都可以將這個report出來 是可以 去知道學生的一些pattern 是怎樣的 還有有哪些網站 他是嘗試去visit 而又blog了 那這些我們都可以展示出來 給先生去做一個分析 從而作出輔導的 那 我去回到那裡 去回到那裡 去應用的了 所以當 在保安那裡 亦都是 play一個很重要的 role 的 那所以 當大家 如果是去考慮的時候 一定要 將這個 保安這件事 都立入在你們考慮之列 而保安你需要考慮的就是 第一 他是不是可以在校內 和校外 都可以提供到一個保護 那他是不是可以 是 有效地 跟各種不同作業系統的 設計提供到一個保護 那最後就是 他又可以一個很方便的 一個reporting tools 幫助大家去做一個分析 同意作出教育和輔導的 那今天 這是我們的presentation 多謝各位 謝謝大家